各位 剛才講完古畅文的歌 接下來講玉美的歌 玉美唱這首《雪英異城》時 不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成熟了很多 當時是很有趣的 這段影片之前 我又要講講 在我的音樂領域裏 只是講音樂 他個人發生了甚麼事 是不關我的音樂認知裏面 因為音樂就是音樂 他個人就是還他個人 我通常評論戲也好 評論一個藝人也好 我對事是不對人的 只是看他的作品是怎樣 至於他的人就留給花邊新聞 餘記去做 這首歌其實都是屬於一個 比較滄桑的悲情歌 都是講解一個人分手後 到底是甚麼心情 當然玉美在他當時的聲音 因為他成熟了的聲音 不是以前的聲音 他以前的聲音比較尖 和比較柔軟 當然一個人成熟後 那聲音會厚一點點 怎樣也會厚一點點 因為聲帶也會老化 當時他這首歌比較飄 你可以當作是早期的 少許空靈聲去聽 非常震撼 還有他當時的咬字形式 傳統中是比較哀愁的康口 有些人籠統一點就說哀愁 其實哀愁是一個大系 有些叫哀愁的 它裏面可以分為 有些設有少許設有多些設 或者很沉重的設 其實已經分很多東西 當然站在我們觀眾評論的首歌 我們會貫徹聽下去的情感 這件事每個人都不同 接下來我評論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詞很有深度 我是用我自己的觀感 去分析這首歌 當然未必是代表作者的觀感 因為音樂很神奇 每個人聽也有不同的感覺 好 我們馬上開始 第一句 自願上雪山取暖 淚迪結尿兵枕算 這兩句歌詞就非常漂亮 為甚麼呢 它也是用了 我可能不會按一個新的名字 不知道有沒有人用過 但我也當是沒有人用過 就是一種移情法 因為免費用一些比喻形式去說 因為其實它是一些比喻的詞 然後用比喻加以物的字眼 去形容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詞 就是移情法 你想想 怎麼會有人去雪山取暖 這簡直是一個對比 或者是反義詞 去雪山是冷的 你怎麼會去那裡取暖 它這首歌詞已經很有深度 就是用一種的矛盾 如果文化裡面是一種比喻法 或者是對比法 我現在將它做移情法 它就是用了這樣矛盾的思維 就是代表了當時女生的心情 我當如美是一個女生 她的心情是非常之矛盾 是因為當是跟男朋友剛分手 很不開心 或者是初戀分手 很不開心 跟著一個這麼矛盾的心情出現了 跟著類敵結尿兵 就算都是我剛才所說的 都是一些比喻 都是移情法 我當它是 去到雪山那裡 它就一直矛盾的心情 跟著第二這句就說 矛盾得來 它心情就非常之嚴重地設定 即是很傷感 唉糟了 眼淚快要飆出來了 即是心痛到這樣 跟著抬頭前路 也給我截斷 這句也很有深度 就是附和上面那句 即是第一句 它矛盾的心情已經去到極度惡劣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它就用了一些矛盾法 即是說 喂 糟了 即是它已經是不知道自己的方向 怎麼搞了 跟著 它就是用了一個 即是比喻詞 它就一抬頭就是 咦 前面沒有路 即是變了一個掘頭路 它這裏就代表了 它已經傷感到 唉 即是 即是就死的階段 即是已經是 即是 即是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說多疼愛 其實三句歌詞已經形容了 它的心情是多麼低落 你說高不高手呢 是的 好 跟著 登上這條船 反正我不夠我貪戀 即是說它喜歡了這個男生 就是一種它終身的錯誤 即是它就算是怎樣搞法都好 都拔不回腳出來 它就是反正不夠我貪戀 即是說 即是它這一生人 是有多麼意志各種東西都好 都沒有辦法將一個這麼痛的心 可以平息到 是又是很高的歌詞 遇錯靜坐雪梟斗轉 沿途冷得我心軟 即是說 它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其實它一直在加深下去 這段就是 呼應上面的三句 它已經傷心到無可 總之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說厲害不厲害 然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它還要在一個死胡同裏面 繞來繞去 然後又是一個比喻 即是一路沉溺下去的時候 唉 糟了 現在我原本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現在還要一直向下沉 即是去到一個好像十八層地獄的境界 你說慘不慘呢 冷得心軟 即是說 我已經是極度傷心到極點了 然後 然而回望你這樣軟 其實這個心軟 其實它是軟下來 我補充一點點 它原本是 心已經沉溺得很厲害 就完整地想著跟這個男生完全斬攬 然後它這句歌詞給了一個矛盾位 就是說 唉 一見到你的回望你這樣軟 其實它是形容它的心 即是這個男生已經離開它越來越遠 但是又很掛著這個男生 非常之矛盾 然後一擁抱 為何白雪也在棄喘 其實它這個就是 它用腦子想起那個男生的影像 然後 這個又是拍戲裡面的場景 就是 我當它是一個極度傷感的黑色背景 然後一盞Sportlizer 又來 然後 女生很掛著男生 接著抱在一起 那一下的感覺 所以它這個 又是很有電影的戲場 這幾句歌詞是非常之勁抽 然後 它說的為何白雪 也在棄喘 其實就是形容它 為何我想起這個男生 仍是有那種愛情的觀感 大家試過初戀都知道 想起那個人 無論是男女雙方都是 想起那個人 就 唉 死火了 心不知為何 嘭嘭嘭跳 看見他就更糟 臉也紅了 心也震了 這個就是初戀的感覺 其實它第一段寫了 一個初戀的感覺 而是一個初戀的分手的感覺 非常之勁抽 然後第二段 沉落最陌生的感覺 來自最熟悉的動作 誰說過曾經感動 會一直快樂 這一段 就是說 它冷靜下來之後 然後再想起這個男生 咦 死火了 我仍是很掛念他 那麼 它這裏呢 這裏呢 這裏呢 第二句 這句呢 就是誰說過 曾經感動 會一直快樂 其實這也是比喻 就是說 誰說的 誰說 愛過一個人 就會無憾 諸如此類 其實他就是在比喻 其實根本這件事 是不夠掩飾他心裏 那種悲良 他仍然很喜歡這個男生 很掛念男生 怎麼辦呢 現在又怎麼辦呢 這個就是會一直快樂 其實這也是比喻 就是說 誰說的 到底這件事 誰說 曾經心愛就無悔 原來分手是這麼痛苦的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它有些是比較 印象派 非常之厲害的歌詞 誰亦有權不甘寂寞 即是說 其實 都是一個反義詞 即是說 那個男生也有另一個選擇 自己也有另一個選擇 其實 是否可以解開到 現在的痛苦呢 其實就是一個 非常極度之矛盾的對比法 其實他就是一直在說 反義詞 其實我現在還是很掛念那個男生 但我的心也很痛 但又不會在一起 嘩 你說是多麼痛苦呢 這個也是這樣 然後 原來欠你的觸碰 從無剃兩手解動 無從剃兩手解動 這個就是呼應上面那兩段 即是說 唉 死火 原來沒有這個男生在身邊的時候 原來自己是極度孤單 即是兩手解動 其實都是一個比喻 就是一個很孤單的心情 這兩句都在形容著 唉 其實 喂 大佬啊 會不會 可不可以在一起 接著回航 留待雪花護送 溫暖得 殘存淚線 再被夾攻 這句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即是他根本上 這個心已經是孤單到 無可再孤單 好想冷靜下來 是 但不能冷靜下來 去到這個死胡同裏面 都沒有彎 不如回頭 但原來是不行 這個已經是爆哭了 殘存淚線 再被夾攻 即是很厲害 即是已經的心 你想想兩行淚 不停控制不到流下來 你說心痛得怎樣 好 接著 沉獲最陌生的感覺 這個也是 這段歌詞 其實我覺得它是 呼應這兩行 我現在畫這兩行 即是第三段 最後的兩句 即是說 女生很想重來一次 即是和男生很想相亂一次 但是 都知道是沒有什麼可能 即是 其實它是用這段歌詞 加深的慘度 好 接著 最後 曾是熟悉的動作 如下最陌生的外殼 即是它已經是描繪到 跌到最後的谷底 你想想 人剩下一個虛殼 剩下一個虛殼 即是心 曾是最刺激的動作 即是心仍然很掛著 跟這個男生相亂的時候 但現在已經不存在 都不知道自己去到哪裡 都不知道自己是誰 接著重踏上回家的路 怕冰上快樂 怕冰上太薄 不如試試收拾心情 去下一段感情 看看會不會OK 接著 陪著我 容解者快樂 這一句也是一個很有深度的歌詞 現在我覺得填詞人是要學習的 即是不要靠電子化的東西 為甚麼呢 有時心靈作的東西就是心靈的東西 電子化就是電子化的東西 兩方面沒有衝突 但可以並存 這句歌詞真是短短幾個字 但它已經有幾個解釋 其中一個解釋就是 陪伴她溶解者快樂 你想想溶解者快樂 要不就要快樂消失 要不就溶解快樂上的傷痛 之後就會露出快樂 這裏已經有兩個解釋在這裏 所以在這裏 我會覺得這一段 即是說希望我冷靜下來之後 這段歌詞在說 即是希望我冷靜下來之後 會去一個新的出發 所以如果站在觀眾裏面 的確是有好幾個遐想在這裏 整首歌裏面 如果你說大概整個歌詞的故事 就是如果給我感覺 就是一段分手的愛 即是一段黑骨銘心的愛情要分手 之後可不可以找到一段 這麼真摯的愛情 也是一個問號 所以整首詞 如果是一些現實的人去聽的話 其實都很現實 即是就這樣說他分手 慘 但是如果站在我們這些 都算是創作人裏面 就會覺得他有幾個情感的表達 當然一個好的歌詞 他有一些抽象的畫面 讓我們去思索 希望大家朋友都有一番見解 在裏面 好了 這首歌詞分析到這裏 我們下一條片見 Thank you 大家 拜拜 好 好 你 好了